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唯一 那個 不好意思 那個其實今天是來推坑的 所以都是beginner 那那個 所以簡單的介紹這個Hello World 一些發生在這個 大家如果有學過習語言的 請問現場有沒有沒有寫過習語言 可以舉個手 OK 那沒關係 回去可以再玩一玩 理論上很好玩 實際上很多很多 好 那所以說 基本上 今天的Talk 就剛才跟Weekend提到一樣 就是台灣Linux Kernel Hackers 這個群組 然後在臉書上面也有Page 然後還有今天跟Costcoff的演講 那這個都是NCC的 這個Commel 然後剛才有投影片 如果忘記URL 等一下實際下可以再找我 然後還有一個下午要求 可以盡量拍照 不要拍到我本人就可以 好 那當然這個 為什麼圖片放一大堆奇怪的 看起來有點老的房子 是因為這個 事實上最近比較沒有在關心技術 在關心這個 台灣比較古早的一些建築 那這間房子呢 是那個 就是代表這個房子的 叫什麼 Hallow World一生 這個是房子的一開始 初建完的狀況 然後這個房子在南京東陸 然後當時是有這一位 陳鬧洪先生是當時的漢藥就是賣中藥的一個批發商 所以當時日本時代台灣的漢藥的經營者 他們都非常西化 然後 例如說 這一塊地方看起來非常有特色的窗戶是他們的公媽庭 就是那個拜祖先的地方這樣 所以這個房子當初蓋起來的時候是非常時髦的 就代表一個 所有東西都有生根滅這樣子 對那對於我自己我實在不太沒什麼要討論 那那個窗戶的話呢 前幾年還在就長這個樣子 好那同樣的今天要介紹其實就很簡單就是 第一個Hello World你要執行 先要有存在Hello World執行檔 所以你這邊會先介紹怎麼樣深入Hello World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因為實際上你只下一個指定 但是背後其實發生了滿多的故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Hello World的一生就是 其實就是所謂的run time run time就是執行的一個時間 那這邊的話就是 嘗試透過這個trace code的方式 從這個glibc然後到這個kernel的一個過程 然後還有最後的qa 然後其實關於這個系統程式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它那個例如說這邊 我假設大家有寫過printf這個東西 那這個拿來條 抱歉 那這個是我的習慣 那個因為以前當過這個 那個之前的工作經驗蠻多人會來 來問說 我城市不能動 或說我的那個 我們公司的產品不能動 但是所謂不能動這件事情是一個 非常大的大宅問 所以那個 通常就是要養成習慣就是 你要宣稱它可以動的時候 你要讓人家 或是你不能動的時候 你要跟你講說到底是什麼樣情況 那它才能夠去重現你的問題 所以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在這個 所有的報告之前 應該這個都是 現場 應該說是在做研究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環境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可以重現的 所以我是用 Ubuntu 18.04.2 然後好像最近已經到18.04.3 然後GCC 7.4 然後這個 Linus kernel是4.14.90的Source code 然後那個 在這個 Glib 它是2.27 那為什麼選14.14.90或是2.7 這是 2.7是因為Ubuntu的Round Time 它是2.27 那這個 4.14是就隨便挑 好 那 當然這個就是Hello World 那個 非常簡單 簡單到 就只有幾行 那 其實背後 之前其實 大概 十幾年前 有一位 JSERV大大 他那個有寫過Hello World的東西 但是 說實在到現在我還是看不懂 因為它那個裡面的東西 應該有100多頁吧 然後都非常的詳細 但是我今天這個目的 並不是在 講這個東西 而是讓大家 了解說一個 簡單的東西 它後面其實有非常多的 複雜的背景在幫你做事 有點像是半夜睡覺會有小精靈出來幫你這個 處理東西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這個 如何產生這個 Hello World的執行檔 那其實這邊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 這個 跟各位 算是 分享一下 沒有Mac War 就只有一個點西檔 你還是可以產生一個執行檔 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說那個 Mac它本身有內建一些 那個 如果我可以幫你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 記一下 Mac 空一個 減批吧 會列出那個 Mac 預設的一些 行為這樣 不管怎樣 最多人用到就是CC Hello.C 甚至連減歐都沒有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 Eading out 有減歐的話 它就是一個 這個 Hello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顏色不一樣 一個是綠色 一個白色 綠色是 就是可以執行的部分 然後呢 當然事實上 當然 如果這樣講完今天就 就脫台前 沒有搞頭 所以當然要多講一些東西 所以 在那個 CC 或GCC裡面 它其實有一個 參數叫做 safe temps temp 是temporary 就是你在 這個 產生資金檔的這個 過程中 其實會有一些 副產品 然後這些副產品呢 我們可以把它存出來 來做觀察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四個下面 最下面 這個四個框框 就是 產生的部分 第一個就 剛才看到的 Hello 然後第二個是 一個四點i一個是 是點o跟點s這樣子 那這個 我假設 大家都是入門者 所以 特別提一下 點o就是object file 然後s 是 那個 組合語言的副檔名 那.i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提過 回去可以看一下 然後.i其實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會發覺說 就是怎麼會有800行 本來Hello.c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最後面大概十幾行 800行在幹嘛 就是第一行是什麼 include stdio.h 然後那個 在那個系統裡面有一個執行檔 叫cpp 它不是c++ 它是c processor的檢寫 就幫你做什麼事情 把它具體展開 然後裡面include的就是 就把那個.h全部都塞到那個 最後那個.i裡面 所以你看到那個printf這些東西 其實最後就是會展開 然後放到那個.i裡面去 所以那個從那五六行的城市 會暴漲到八百行這樣 不是那個 對 然後呢組合語言嘛 組合語言不用怕 這個慢慢看 因為事實上你也不需要去這個 你只要理解關鍵就可以了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其實有點算是 多解釋一下 那個.i看到一個東西叫section 然後那個 有一個東西叫stream hello world 然後這個section後面會有一個 RO 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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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 read only data 所以那個 當我小的時候呢 常常 也不是常常 有犯過幾次錯誤 例如說 我就直接 可能說 A等於hello world 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去改A裡面的內容 然後一跑出來就是segmentation fault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hello world 是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section 叫read only 然後read only的話當然就是 就整讀嘛 你又去寫它 就有記憶體的那個違反的錯誤 就會有錯誤出現 然後這個又告訴我們另外一件事 習近平常常為人詬病或說那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記憶體空間配置的問題 你那個沒有合法空間 你可以亂寫 沒有人可以保證結果就是了 所以那個養成好習慣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test test的話那個 那個是一個section 就是你的程式碼 放你那個可以執行程式碼 因為事實上程式本身 你可以把它拆成主要 拆成兩個大部分 一個是資料 一個是程式碼 就是行為 control跟data 所以test就是control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地方有一個叫做man 然後呢 它是一個function type 所以不是那麼難理解 當然後面那些組合員 你會看到 大部分人會嚇一跳 但是呢 其實因為我們不是在寫組合員 我們是在理解他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也不用那麼緊張 那個 這個快 好 我的快速 快速跳過 簡單來講呢 這個地方呢 他在做什麼 在做這個記憶體 把一個point指到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呼叫pin f 然後最後再把它return0 所以呢 這個地方為什麼他要知道 就是那個組合員這邊知道說 把這個point放在rd1 然後那個這個是有一個東西叫做abi 就是這個 然後另外這個return值 他為什麼要知道要pop 放在這個rdb 然後最後回傳0這個部分 然後為什麼要放在eax 事實上這個 這是一個規範叫做abi 叫做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然後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快速跳過 然後事實上 如果你把它展開 就是那個cc啊 cc它本身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事實上它有好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這個它會把它產生那個.s 就是一個 那個組合員 然後接下來呢 再把它組合員編譯成object file 然後最後產生這個執行檔的時候呢 又又非常長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個 又露了一大堆這個 dbc的binary 然後跟那個 一些這個 那個gcc的binary 那發生什麼事情呢 因為那個 你最後的執行檔 你可以看到test的開始 這邊它有一個這個 叫做那個 這邊就是 這個test就是該講 那個所有控制部分的起始點 叫做start 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明明就是main 哪裡來start 這就是一個有些地方 那個 稍待片刻來講 但是基本上 這個LD是linker的那個 linker的執行檔 它那個 可以看到它 減verbles的時候 會顯示到那個 就是顯示一個linker script 就是 告訴你linker的時候 什麼東西 要放在哪一個section裡面 這個東西呢 它裡面就有一個 keyword叫entry 就是 你的程式碼 從哪邊開始 所以發掘期它不是從man 它是從start 那start在做什麼事情呢 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大概看一下 這個LEA叫做 load effective address 就是這個 把機體 有點像是取位置的意思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把三個東西 當參數傳進去 一個叫做 libc的csu init跟final 還有最後就是你的man 然後load進去以後 就呼叫這一個 libcstarman 所以基本上這個很顯然就是 上面 上面這三個參數是給startman用的 對 然後呢 csu是startup unit的縮寫 好 那所以說 你可以回去看那個 從那邊可以回去看那個keyword 就是你的libc source code 然後你會發現說 有一個structure呢 它有三個function point 就是man,init,fini 就可以對到剛才的那個csu init,cfini 跟man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 這邊的man裡面 它會帶的這個函數呢 除了剛才的這個structure以外呢 還有一些這個 例如說這個 我們在man裡面 事實上 如果玩過C 就看到這個 你的參數會有argc跟argb 然後還有你的環境變數跟一些 系統相關的東西 都會一併的這個 從starman就會帶下去 然後這starman 其實它是一個 非常這個 深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 當時trace code的時候 就是 如果要展開的話 講不完 所以我就是 就是用口語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 它會去做那個 security的checking 然後接下來那個 threader相關的subsystem 會去做這個 initial 然後呢 最後就是這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剛才帶的那些 INIT跟fini 它也會把它射到一個callback裡面去 那這些rmit跟fini在做什麼事呢 你在man進行之前呢 其實你就可以 就是 你可以hook 我記得是 the new的這個 一些attribute 就是讓你在這個 startman之前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fini就是叫了returning之後 它也會多帶一些東西 那如果有些需要的時候 你就是透過這個 這個方式去 去 讓它去callback 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很簡單的這個 trace一下它的runtime 在做什麼事情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 先介紹一個概念 叫system call 以前那個 這個 學過OS的話 會講說 有一個kernel 然後上面有一個share 那就會有一個問題 share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樣 跟kernel互動 它就透過這個system call 那執行一個檔案呢 事實上它叫esecb 這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 這個system call呢 它是屬於這個linux kernel的file system裡面 有一個叫esq的一個cfile 然後呢 eventually會叫做esecb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特別去看了一下 你可以說一下這個 這個doesecb 到底是誰來呼叫 第一個當然system call 例如說我現在 在comment line下面run個lx 就是會用到這個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這比較有趣的就是 就是所謂的第一支這個userprocess的這個 第一個第一支的userprocess 也是透過這個doesecbc 去把它執行起來的 對 以前是init 現在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東西了 時間久 時光久遠 那既然它是一個那個 怎麼講 事實上它在linux下面 它可以支援不同的這個 執行的格式 所以他們叫做binary format 那所以說甚至極端一點 現在那個qmu上面 你可以做到那個 你在x86的環境上面 直接去執行一個on的那個 的執行檔 那怎麼做到 實際上就是這個binary format 你可以去註冊 可以產生很多種的binary format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cronome module 那所以說可以看到就是 目前這個我現在看到就是有一些像什麼 然後eof addingout 然後script 之類的 那當然我們 很明確知道我們是要看eof 所以其他都跳過 那所以說既然提到module的話 當然就是 來看一下這個module 它提供什麼樣的interface 第一個是那個module 一開始當然會init自己 然後接下來這個init裡面帶的module 那個主要的function point就是load binary 就是其實這個名字取得 我覺得有點微妙 因為最後它load完就會執行 它在裡面執行 但你看load binary 其實你不會預期這個 這個方式裡面會去執行這個binary 然後load share library cord dump之類的 它是它標準的interface 然後它有一個keyword叫randomize layout 那這個randomize layout 會跟security有關 那有興趣 當作各位的可以延伸話題 然後我們回到elf binary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還是看那個執行檔 所以它有一個叫load elf binary 然後這個東西呢 什麼時候會被呼叫到 事實上這個 在那個run exq的這邊它有一個 就是如果去你在那個comment line下面打這個點出域 然後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那column這邊 最後會去search binary handle 然後去那個剛才註冊的那個 註冊的這些binary binary format裡面一個一個去load看看 load不到就死掉 load到就會執行這樣子 所以說最後會在那個 最後會進到我們的load load elf binary這樣子 然後呢看一下這個 帶進來參數什麼東西 主要就是你的一些buffer 然後記憶體 然後這個fine name 然後你的這個interpreter 那在elf這邊的話 一般來講是ld.so 那ld.so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也許下次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是一個執行檔 但它又是一個share library 好 那再仔細看一下 你該就是那個 和那個dip c star unit star map 那邊它有帶這些 ARGC的 ARGV 然後一些環境變數 事實上在kernel這邊都準備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 跟各位報告的是 有一個東西叫做這個hedge friend的 randomize 這個東西就跟security有關 那全名叫ASL 就是你在執行的時候 那個會去做這個 把你的這個起始的位置 做一些的微調 亂數的微調 那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那個是 如果你所有東西都固定的話 那就很好才 很好才就可以做些壞壞的事情 所以現在比較新的作業系統 都是會做這樣的 就是執行檔的一些這個 那個 layout的亂數這樣子 所以剛才產生的東西 剛才如果這個frag的話 就會做這個mary map的randomize 然後呢 把這個offset把它加進去 然後放在這個mary這邊 star core and core star之類的 最後呢就會去這個 就開始之類的 然後你的程式 eventure就會開始跑起來 所以呢 這個整個load binary其實非常複雜 複雜到我就寫了一個 一個那個流程圖 然後好幾頁這樣 大概幾十個步驟 裡面又省掉很多東西 那有興趣可以進去看這個我的blog 然後呢 剛才已經講完了 那現在這邊就是這個延伸關鍵字 因為主要是推坑 所以這個這些東西都是大家可以回去查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 剛剛有稍微提到 session裡面的這個 執行檔啊 然後這個 資料放在哪裡啊 然後 ABI ABI就是binary的這個應用 那什麼戰轉器該放在哪裡 這跟你的那個處理機有關係的 例如甚至跟作業系統有關係 例如說 Windows的ABI就會跟這個Linus不一樣 然後Linked Script EF Binary Utilities 例如說你要做凡主義 讀simple之類的 然後VDSO SSR ASLR Address Space Layout Randomization 之類的 大家都可以去查 至少說 去查他的名詞解釋 會對你 會多一些了解這樣子 那麼 今天報告到這邊 這個房子最後被幹掉做廢掉 就是他的一生這樣子 那 那 開放QA 謝謝 這邊開放兩個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我就 既然只有時間我再多補充 那個 事實上那個系統程式 這塊其實比較像系統程式端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去 去想一些東西 例如說那個 如果我所有理解這個 例如說有用過Mail OK的這個東西 你可能就是會常用 那Mail OK的它會帶什麼東西 帶Size 回傳一個point 那為什麼free的時候不用帶Size 對這個都是 的 對 對